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這個主題是有關眼袋手術之後的併發症 特別是外開眼袋 那外開眼袋之後的併發症 現在大家都慢慢理解可能會產生下減外翻或者是下減退縮這樣的一個併發症 那今天我們要來分享的這個案例 它就是一個很典型的外開的併發症 那做過手術兩次 那第一次開完之後下減眼袋外翻 那外翻之後呢一直嘗試幫它修補 結果造成的問題就是它更加外翻更加退縮這樣子 當面對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幾乎所有的眼部相關的整形手術器都要來搬出來用 不然它其實很難回復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個手術過程中大概切除過度的組織 就是好比說皮膚拿得太多 或是肌肉這個眼軟雜跡切除過多 或是脂肪拿掉太多等等 那因為這個會接受外開手術的病人一半來說都是有點年紀的 所以這個傷口復原會比較差 讓你整體當你的組織切除過多之後 它的功能就是眼睛的功能受到損害之後就變得沒有辦法待長 最後就會出現這個外翻的現象 那我們當遇到這樣的狀況的時候就會蠻棘手的 幾乎你可以想到所有的這個武器 包括拉皮手術 包括外顏角的加強手術 包括中面部的補指 或者其他填充手術都會拿出來用 那針對這個案例來講呢 它來的時候我們可以發現它開過兩次之後 很明顯的外翻還有退縮 那時候我們診斷的結果就是它這個皮膚還有肌肉量都不太夠 那這時候應該要怎麼做呢 我們就是必須從把下剪 也就是下眼袋下方皮膚把它往上推 那怎麼樣達到這樣的效果呢 那基本上只有兩條路 第一條是補皮 就是從外部身體期盼的地方去皮 來貼在這個下眼皮的地方 那通常做完之後 這外翻的部分都會改善 另外一個我們可以採型的方式 已經有這個拉皮手術 那我們把拉皮手術的技術 應用在這個下剪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下剪 向更下方的皮膚把它往上拉提